第14题下列有关加速度的叙述何者错误 A加速度指单位时间内速度的改变量 这个是对的 我们的加速度就是速度有变化 那么在单位时间的变化量呢就称之为加速度 B公里除以小时的平方可作为加速度的单位 这也是对的 我们平常用的单位呢是公尺除以秒平方 上面是长度单位下面是时间单位要平方 那么公里是长度单位 那么小时时间单位有平方 所以这可以作为加速度单位是对的 C汽车以固定速率在晚沿山路上行驶 也算是加速度运动 这个也是对的 我们加速度指的就是速度有改变 速度是向量改变可以大小改变 也可以方向改变 我们以固定速率行驶表示我们的大小没有变 但是我们在晚沿的山路行驶方向一定都一直在改变 所以这也是一种加速度运动 选项珠 只要物体有加速度就一定会越来越快 这个是错的 如果速度跟加速度同方向 速度就会越来越快越来越大 但是如果速度跟加速度反方向 速度就会越来越小 所以选项珠是错的 第十四题问我们说 下列有关加速度的叙述何者错误 我们答案选的是珠 只要物体有加速度就一定会越来越快 下列有关加速度的叙述